歡迎大家來修這門課 來感謝大家在台湖風雨 還騎這麼早來上熱課 那我猜今天應該是我們的這個課程人數的高點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 先介紹一些 講一些這個重要的資訊 那 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 我的高音者 這門課怎樣 我先確定你這樣 這門課是這個古典力學 古語系古典力學 所以確定你沒有走錯教書 然後這個是助教 對 那我 你在MTU庫上面都可以找 我還沒加進去 你今天下午應該就可以找到他們的這個 這個content information 那我們其實有兩個重要的link 那這個你其實不用排 所以我等一下會放 你可能要有MTU庫的link 這個是我們課程網站所有的東西 announce本 所有的作業啊 什麼都會在上面 那也麻煩各位就是說 我們通訊的方法還是主要是用email 所以這個 你可能要check一下你學校的email 上部時check一下 因為有些公司會發過去 然後呢我們有個YouTube Channel 那YouTube Channel 基本上就是我們 大家看到每個攝影機 對 所以我們每節課基本上都會是 呃 會有錄影的 對 那 呃 所以所有這個課程的這個錄影 都會擺在這個 這個上面 對 那基本上是三年前到現在 對 兩年前 就是我第三年教 那 通常你知道老師第三年教的時候都會知道 心狠手辣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 因為我就要放課教了 所以 我砍掉的人 就不會再 算在我自己的頭上 好 好 好 那 基本上 這個是簡單的 課程 工作 那 呃 比較辛苦一點的是我每次上課三小時 對 這我對我弟說的 對 然後 其實你去看NTU Cool上面的話 我基本上每一個 每 大概所有 每個禮拜要教什麼 嗯 都有一個 有一個 所以 我是預期各位是 會去做reading的 好 那 呃 我們有這麼厚一本書 對不對 那我們supposedly 這學期要教 教一拜 那 呃 因為我們有助教課 那所以 我 可能會講幾個立體 我不會 不會花太多 時間在做這個 這個derivation 那我希望就講比較多 這個concept 那在助教的時候 他可以比較勾訴一些 比較detail 這個 這個 對 然後我們大概 每兩個禮拜都會有 呃 呃 有這個 呃 一次作業 但是作業成績 就是說 單這項 就會決定了你這個 你這個助教課 這個 就是我們有個recitation 那個課的這個成績 OK 你可能全部拿 拿拿拿B 可是你的作業都 都教得很糟糕的話 對 那你那個就照你 照你這個 這個作業的這個成績 就是 你就是那個 你萬一另外內文課的這個成績 OK 好 那第二個 我們會有兩次這個 in class的這個 這個 這個 OK 那基本上照這個 學校表 好 超課 然後 我 reserve 5% 我調整分數 加分減分 這個 這個權利 OK 所以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保留這個呢 OK 因為有時候我們 出考 考試卷的時候 可以出的 不是太不小心 然後會出的 太簡單 所以大家跑很好 那 所以到期末就會有很多 真實說 為什麼我沒有拿到A夾 或者我沒有拿到A夾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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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為了避免這個麻煩 對 我保留這個 調整的空間 好 那 嗯 基本上我們是follow這本書 那 嗯 我有lecture note 對不對 那 那 我有lecture note 那我基本上會po上網 OK 那 有一些reference 對 那 嗯 如果你 你真的想要的話 大部分我們會follow這本書 在這個 這個 進行 好 那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你們可能都知道這個表 因為你們大 大部分都是大二 對不對 那 這個 這個是 我最痛恨的一個表 對 因為 這個supposedly 你是要從這邊往這邊念 對 可是這個 這個 呃 這個表 呃 交出這個給各位同學方法 變成 他 他講的意思好像是 你應該從這邊往這邊念 OK 所以 呃 剛開始實行的時候 其實每一年我都有收到這個 這個質問 就是說為什麼 我算一算我自己的成績是多少分 然後 你為什麼沒有給我 A++++ 對 好 或是 對 那 呃 我希望 因為我們班其實 有 有夠大 有夠大的這個pull size 那我 roughly會 會分群 那當然 我不期待它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可是 呃 好 這個我忘記修正 我以前比較兇 我們用target class class bin大概是b b- 那 後來發現很難做到 因為被 會被 會被關切 所以 呃 我們就照這個世界潮流 我們會往上 往上跳 所以大概是 大概是 呃 b-plus 到b 對 那 這個不一定 那 其實我希望大家比較注意就是說 ok 那 這是學校 一樣 一樣是學校發的這個 可是這頁從來沒有人 沒有被 沒有被強調過 那我希望就是說 嗯 我是照這個標準來 來給你的grade 然後 這個resolution很低 對 因為只有abc 沒有b 就jf 如果是研究生的話 只有a跟b 所以 可以 那 我們的coast work 基本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 相對 輕鬆 對 因為只有homework 然後有這個 這個考試 對 那 我第一年開 我第一年 上的時候 我試著要讓這個 variety 變多一點 有project 有prementation 所以我那個學習的這個教學病例就很爛 對 所以 我後來就決定 那就算了 好 那 這個是我們這個學習會cover的東西 嗯 我會很快交過這個 這個牛頓力學 特別是single particle的部分 對 我說order會是這樣子 對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跟各位服務學 基本上是力模一樣的 所以我很快 做過 跳過 講過去 然後講一下這個 這個 一個central force 這個例子 gravitation 然後 這個 接下來這個是我們在學習的重點 就是說 我要怎麼用 另外的想法 去得到我的equation motion 對 那我會介紹這個 這個lacrongian 還有homethonian dynamics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你從這個 這個打輕棒 對 現在大家還有人在看棒球嗎 打輕棒 變到這個 成棒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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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歷程 對不對 就是說 現代物理學家 想問題的方法 不是用homethonian 就是用lacrongian 那就是 你要 開始變成這個 一個 professional物理學家 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的知識 然後接下來 會apply這些東西 去 研究 這個 這個 行星 軌道的這個問題 然後 會去 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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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物理人告訴你 怎麼去研究這個 oscillation OK 好 那 那 我大概有這個 我大概有這個 philosophy OK 這個 冷氣 助教 助教我先 冷氣 是沒有開嗎 應該是有開 開一下 好 那我在我的這個 lecture 基本上 我會告訴你一些 concept 然後一些 這個重要的這個technic 對 因為有些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 數學 我們會用到 可是你可能從來沒學過 那我會花點時間介紹它 對 那 希望 會 我在這個 每個 article 這個module上面 都有告訴你說 我們可能會講什麼 對 那我希望就是 你去至少讀一下releva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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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的 基本上 會有一些是 這個 課本裡面的 有一些是我們自己 設計的 這個問題 對 那基本上希望你可以 apply這些 這些concept 跟technic 到這些比較challenging 的problems 那 我要強調這門課 跟你大一的課 有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這個是 物理系的必修課 那 物理系的必修課 通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好像 你如果 如果你那些 homework 不是自己寫的 然後 或說你 參考一些reference 你覺得你都讀懂 或說你在這個 課本上的這個 example 例題 你覺得你都讀懂 你沒有從一個concept 慢慢develop出來 到一個 一個 自己有辦法去做的事物 那你要考試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其實什麼都不懂 那 嗯 我只當 我只當舉例就是說 物理系的課程 你修課的 就好像你要練功 對不對 你要打這個 集中考這個 這個 魔王 對 那 其他科系的這個 魔王可能是 你前一天 吃個大不完 就可以 大不完 可是物理系的這個魔王呢 你要一直練一直練 先跟小魔王 這個 打一打 對不對 可能跟揪團一起打 打這個小魔王 慢慢你就知道怎麼打小魔王 然後做一個中等的魔王 打一打 然後一個 中上魔王 對 那一直到 你知道打這個 真正大魔王的時候 你可能 血會失掉90% 對 可是你還是把他打敗 OK 所以這是以打電動的這個 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你平常就要就要念 因為 物理系的課沒有一個是 你 前一天 前一個禮拜 開始念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成功的 就可以 所以很重要 那就是說這門課希望可以 教導你 從 從這個問題 然後去怎麼抽出最重要的 concept 然後去使用你知道的知識 聽受起來 對不對 然後去打這個魔王 所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人在打殺的 錄影系的這個 這個課基本上有點像 就是說你要學很多 你有很多工具 你要怎麼把他 學把他瘦起來 去打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怪 OK 所以 這個是你 會 最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會有exam 那 我公開講 就是說 我們 the exam 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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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其目好 我們會有一些題目是直接從 作業拿過來的 OK 所以你作業如果知道怎麼學的話 對 你會有baseline的成績 對 基本上我喜歡蕩人 我希望就是說 你develop這個 這個學習的這個過程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 為了要有 要有分 間別 間別的度 我們基本上會有 不同難度的這個問題 OK 好 那 我先pause一下 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 那 我們就照學校這個表 就是有兩個 第八週跟第十六週之後 是 我們的 期中跟期末考 啊 很不幸的 我們十月九號要放假 對 應該是 好像是 台信放假的樣子 OK 好 那 有兩個比較特殊的這個日子 因為是 就是 嗯 九月二十五號那一週 我在京都開會 所以 呃 我會用online class的方法 對 那到時候link會給 給大家 應該基本上就是用youtube 當 我當直播主 對 然後第二個 就是 嗯 因為十月二十七號 因為我要辦一個會 在花蓮 所以這個 我可能沒辦法 用online class 所以我會用recording的這個recording的方法 給大家看 老師開放抖內嗎 蛤 開放抖內嗎 沒有 因為我沒有交情給youtube 而且你抖內的話也不見會讓你成績比較好 其實我第一次開始直播 我是在twitch上面開的 大家知道twitch 好 好 那 嗯 如果你要來上課的話 對 我等一下應該拍一個張掃子 應該是我們 本學期最多人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 我有recording 所以大家覺得 我看這個 在宿舍或在家裡看那個 看錄影就好 ok 那 所以我 今年搞不好會學 off camera的cap bonus 對 來吸引大家來上課 對 來吸引大家來上課 好 那 我這個人看起來很nice的樣子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實在很難忍受 就是說你的手機突然響 對 所以 麻煩 你的手機 對 什麼耳機都不要 最好是關掉 跟你看電影的時候 可是至少把它變成sider mode 可以先check一下 然後 在我的課堂的時候 就是有 只要as long as 你不bother別人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對 你要吃 呃 可能不要吃臭豆腐 或是泡菜 可能 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你要睡覺不可以打 那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電腦 大家都有 那你要 呃 你如果要在這邊看NBA 要打線上遊戲 或是 看影片的話 那請你回家 因為我上課不點名 OK 我不會點名 對 所以 呃 可是如果你被我找到這個 做這些事情的話 對不對 那我就會請你上台講課 OK 所以 好 然後另外一個 呃 這個是台灣教育比較少強調 那 我每次上課多少強調 有問題嗎 沒有 沒關係 你可以繼續stretch 我是以為你有問題 好 那 呃 就把你送去江振委員會 對 那我也不想要 聽你解釋太多 那 呃 你要嘛就是 Leader way 你要嘛就是 你操得很厲害 然後你作弊做到很厲害 沒有 沒有辦法對我 助教跟我抓到 OK OK I cannot say anything OK 好 那可是 呃 請你養成習慣 因為 你 不曉得你未來 會不會有一天變成 這個職業物理學家 對不對 會不會有變成 職業什麼什麼什麼 對 那 在 學校的時候 可能 有些老師打他就好了 可是在 在職場上面的話 是嚴重的事情 你人格 你 基本上 你的人格就有毀滅了 OK 好 那 這個我會PO在網路上面 那 我希望你就趁這個機會 會教育自己一下 什麼樣子抄襲 對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呃 國小 國中 高中的教育都沒有告訴你說 什麼樣子 proper 為主 就是做 怎麼去reference 別人的工作 去給別人這個 這個 正確的這個 這個 credit 所以 可以 OK 好 那針對 以上這個 summary 有沒有什麼 什麼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呃 計分方式 對不對 然後我們 course requirement 對 好 那 哦 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 然後我會 我用寫黑板的 對 因為 我講 大家要 要問問題 因為講課數比較快 我會越講越快 所以 其實 我一個學習就可以把這邊講完 如果沒有人支持我的話 對 所以為什麼我不用transparency 因為我如果用slide的話 真的很快就可以把這本書講完 對 所以我會寫黑板 可是問題是我的版書又不是太 太容易看得到 對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你馬上問 好 那我們這學習 我這一年要上的東西叫做古典力學 對不對 所謂古典 對不對 你說古典音樂 一定相對有 現代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 要先 define 就是說我們 我們 這門課裡面會 會 會做的事情 OK 那 這門課 相對古典 就是 好 所以我們大部分時間 我們全部的時間 都不會談到量子力學 其實我們 告訴各位 學這門課很大的部分 其實學這門課很大的部分 就是要準備 大家 未來去學量子力學 有些 足夠的 這個 這個 有足夠的知識 基本上就是你不會怕 你會怕 你會怕 你不會怕 你 EPA 你不要怕 路 那 我們 會講這個 相對 相對論 可是我們會用很簡短的時間講 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們處理也是沒有相對性的這個 也就是說我的速度都是一元小於光速 速度是元小於光速 那這個scale是 基本上是 我不考慮 我不考慮這個原子極的這個原子分子 或是 電子這個scale 好 所以 這個是我們會談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個 紐凳力學 好 那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 兩三百年前 就是好幾個世紀前就已經developed出來 18世紀developed出來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 我們你現在看課本就接到這些 很多名詞很多的這個東西 都不是當年牛頓用的這個語言 對 因為 後來 很多數學家 試著去 試著去把這些這個東西變成很數學 那變成很數學的結果就是說 很系統化 可是很系統化 你會感覺好像就是在做輔學 OK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描述的基本上是 18世紀的這些數學家 我們用的這些語言其實 18世紀的這些數學家 講出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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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比如像這個 功 或是 Energ 這些東西 好 Mechanics 跟Dynamics 差在哪 好 還有一個 我剛剛應該講的是 Mechanics Mechanics Mechanics就是 你去描述 他的 他的 說 就是說 好 Mechanics基本上就是說 我怎麼去 去描 去寫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運動方式 然後怎麼去 描述這個系統 那比較容易 confused 其實這個Dynamics Dynamics是動力學 對不對 所以動力學基本上就是 你有 從這個 Equational motion 去得到 Kinetics 基本上就是 你就從 Position 速度加速度 這樣子 去得到一些東西 好 那 我剛剛講的應該是 Mechanics Mechanics就說 好 我告訴你 我有這樣的現象 你告訴我你怎麼去描述 這樣的現象 那 我會告訴你 一些 系統的方法 去 去得到 這樣的東西 對 那 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重要的因素是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 model 這樣的系統 對 我們其實要學的 物理學要整天在做 就是model 就是model 那我所謂model 我要怎麼去model 我去找出 對的 對的theory 所以 所以 我所謂model就說我要去找出一個理論 對不對 去 描述所觀察到的這些現象 那 這個是 物理學要如何想事情的 對 那 你說 這個 我要describe的現象 那我可以用 對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要 找一個function 現在這個data 我可以找一個function描述這個data 那我做的方法可能就是 我可以找一個 這個function 通過 這個 這些點 對 這是一個theory 對 那 我也可以 用比如說我用這個 Linear Regression 對 線性 這個 就是 這種叫什麼 鬼鬼 鬼鬼 這些 來 這不是我的theory 對 好 那 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 對 那你會想 我如果可以解釋所有的這些現象 對 可能都還有 Erebar 這些點都有 都有一些誤差 因為我們測量不可能是 百分之百正確的 會有這個統計上面的誤差 還有 系統的誤差 那這個 哪一個是對的 對 你在小學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R 我一個 有一個 函數可以 接到每個點 這樣對 對不對 然後 你可以長大一點 對 長到現在 大二 老師在上面講 你覺得 好啦 看起來那個白色線比較酷一點 這是對的 我現在有兩個 兩個theory 對不對 我有兩個theory 我有兩個理論 等於說我有兩個model 我要怎麼告訴你 要看哪一個是對的哪個錯的 做實驗 欸 我這些都實驗結果啊 做其他都實驗 對 我做其他的實驗 好 所以 一個好的theory 還有prediction power 對 他有一個現代語言 黃色這條線叫做overfitting 我們可能 他沒有人去修了什麼機器學習的可能 這叫overfitting 所以他 他generalization的能力其實就不好 對 所以 我的理論要有這個prediction power 也就是說 比如說 我不單說好 我可以fitting所有現在的結果 我要告訴你說好 我大膽的 在大家都還沒有做實驗的時候 我就說 我prediction 這條線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做 更高能量的時候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點 在這邊 那實驗如果出來 在這邊的話 你會覺得說 你會說 一定是你實驗做不好 你再去 想辦法 想辦法 想要你真 improve你的實驗 對不對 那可能 improve之後 很有可能 他變成這樣子 這也是發生過的事情 有可能變這樣子 OK 好 那如果大家都 都公認這個實驗是在這邊 那你的理論就錯了 OK 那你就是加入這些 在沙灘上面的這個 錯誤理論上面 所以是錯誤理論 就是 成千整百的出現 好 所以 我的 我的好的theory 我對的theory 要有prediction power 那 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 大家可能還沒有到那個 會注意物理界行為的這個習慣 可是你可以注意就是說 呃 特別在這個歷史物理這邊 他們會 說 就是說 我這次實驗 對 可能有些controll 有些這個正義性 可能是過幾個月之後improve這個實驗之後發現 我發現跟原來這個理論這個prediction 都符合 那 大家猜一下就是說 物理學家 聽到這個消息 的反應是什麼 開心 有點難過 你說很難過然後你說什麼 開心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反差 那 做實驗的人 會蠻開心的 所以我可以交差 那做理論的人 其實蠻 蠻 蠻傷心的 其實大家都蠻傷心啊 就要問 可能蠻負責做實驗的研究生 就很開心 知道可以交差 對 為什麼呢 這個 告訴我 你沒有發現新的物理 當然 這個 大家都想要發現新的物理 可是舊物理就可以解釋了 對 我們19 19世紀末 20世紀末 物理為什麼這個風起雲用 還可以 弄到後來可以拍個電影 大家去看這個 發分他有沒有 可是那個是物理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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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因為一堆實驗出來 然後大家不能解釋 然後 大家拚命 試著想辦法去解釋 一直到幾個 幾個人弄出一套東西之後 對 那我們基本上 物理學家 悲傷的東西 對 還是這個 100多年前 就有發現 好 所以 你有puting power 就是表示說你可以被proof wrong 不用 能被proof wrong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如果我說我的這個理論 永遠都是對的話 對 那個給我的information 給我的資訊 基本上是 資訊量等 然後 另外很重要就是說 這個實驗 不能說 我只有某一家人可以做出來 這個實驗 然後全世界其他人都做不出來 對 那 這個只有兩種可能性 就是 第一個 是錯的 是對的 應該是三種可能性 第二個是 是對的 可是那時代太難重複了 那個 重複的機率太低 對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造假 那 隨著這個時代 眼鏡 第三種可能性的機率越來越高 OK 那 嗯 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這個LK99 對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個這個例子 就是 有一組韓國科學家 號稱他們找到這個室溫超到的 對 大家非常興奮 可是 當物理學家都很適疑 因為 可能是錯誤的解讀 那 這很神奇 就是在一個月之內 這件事就被解讀了 對 因為 好 因為室溫超到的其實 可以 真的改變這個世界 可是呢 就很多人去Follow up 去想要去 重複這個實驗 然後發現 對 他們做好更好的sample 發現 其實它不是超到型 它連到底又不是 可是它有很多奇怪的 的 這個 這個特性 所以 這個實驗 reproducible 對 物理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這個 這個 這個前進的 你想要做一個東西 你想要解釋它 對 那你這個解釋不是說 我 我解釋這個 影片就好了 我還有能predict 有些prediction 就是說好 你如果你做這個什麼什麼 你就會看到什麼 那就會有人去做這個實驗 那不是一組實驗 可能好幾個人 都看到這個現象 或是 都看到這個現象 比方說你這個理論可能是對的 那你要再做下一階段prediction 然後人們再去做實驗 直到你這個理論是錯的 那就要更 另外一個 一個理論再出來 對 所以我們是這樣慢慢往前爬 所以 有些物理系的同學有complaint 為什麼現在物理系 大二大三人家職工系都在學 這個五年前 城市語言 為什麼現在學這個 一百多年兩百多年前的東西 對 因為 物理學 物理學是個進展 很慢很慢很慢 那 可是在每一個step 我們都要花很多力氣去確定 那是對 好 好 好 那回到這個 這個是給各位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 基本上science是怎麼發展 特別是物理學是怎麼發展 那 那 呃 那 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就覺得 好物理學 基本上我幫我解釋所有東西啊 那我還要幹嘛 對 到 到 那到你到未來你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就發現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只有一點點 對 可是我 我有很多工具我可以把它湊起來 所以我好像真的是 那個 林克一樣 我知道怎麼拼很奇怪的東西 去解釋 去打很奇怪的怪 對 那這是我覺得物理學的追蹤區 好我用 我用薩爾達的這個 類比大家聽得懂嗎 聽不懂我舉手 你們都沒有打過 聽得懂我舉手 好 有想像的人 好那我要改一個類比好了 因為我最近 跟我一起在研究沙卡 好 那 很快的 我剛剛忘記起就說 我剛剛忘記就說 這邊 呃 我們所謂這個非 非 呃 這個 相對性的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 space time or space 是三維的 Og的風圈 也就是說 我在量這個 距離的方法 就是 the distance 是兩個坐標相減 所謂Og里德 我的這個坐標都是 正教的 然後 我這個空間是沒有區域 然後時間 是一個絕對的時間 是一個絕對的時間 所以 這個是 independent position 的 vlusty 好 好 那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要 描述我的時間跟空間 特別是你在這個描述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需要有單位 很幸運的 現在所有的物理量 現在所有物理量 都是被定義出來 基本物理單位都已經被定義出來 那你如果第一次聽到這個基本物理單位都是被定義出來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去定義一個 物理的世界 OK 好 那 基本上呢 你 你以前 你 你以前可能 學到比如說像公斤 對 然後課本上會講公斤的單位是 這個 藏在這個 巴黎的這個 標準局的一個 一塊 一塊一公斤的這個 這個身口 對 那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 質量的單位都是從裡面derived出來的 對 那 那 秒 對不對 秒這單位 可能 當年是 其實就是看 24小時然後一直這樣分 分下來 對 可是呢 可能發現就是說 你有一些東西是 這些恆定量 對 那我其實可以用這些恆定量來當 來定義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單位 對 那 比如說 我們現在相信光速是恆定的 那我可以把光速量恆準 我就可以把光速 拿來定義我的這個 這個 公時的單位 OK For example 我時間的單位 秒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 所以某個輻射 跑了這麼多的週期 那 啊 就算了 來 就是這個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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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要抄了 好 因為我們可以量東西量很準 所以我知道就是說,如果Cesium Atom 我有兩個Ground state,有兩個hyperfine level 這個 會對應一個Omega 對不對 那 所以它會對應一個周期 Oscillation的周期 然後我就可以 定義出來 這樣的東西 對 這個Oscillation走了這麼多的周期 就是一個定義 然後呢 這個 Lens 它基本上是用Meter 所以這個Meter就是 光軸 在光走了這麼多秒 在正方光軸走這麼多秒 這個時間 OK 好 那 所有這些 這些Si字的這個量 最後一個被 被用這個定義出來的 是公斤 OK 那 基本上 會跟這個普朗克長處有關 OK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物理量基本上就是你在自然界可以量到的東西就可以拿來定義 OK好 那讓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接下來會開始講就是Single particle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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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最後一點 你要加對選 對不對 你要加選 因為這門課基本上是 別在 網路上面加選 不需要 沒有加 沒有什麼條碼 沒有什麼東西 你要 只要你要加 就可以 加 謝謝 謝謝